志工们装备整齐准备出发 山路颠簸又具有危险性 车程来回将近两个小时 但志工们的心却不退缩 八年来每个礼拜固定前往 一代代的回收户 这些都是饭店一个礼拜的垃圾量 志工们分工合作 要将它们都再回华联环保镇 跑一趟路这么远 然后又因为山路的关系 会有落实或者说有危险性 我们觉得说它有一定的量在 为了要让这个大地能够更好 这是不可回收的 不可回收的 那边是可以回收的 仔细解说回收物各种材质种类 志工们教导该如何做正确分类 饭店人员也透过拍照方式 清楚记下来 我们借这个机会去教育他们 让他们有改善的空间 那所以我们一直持续在跟他们沟通 然后每个礼拜去的时候 也利用那个机会 一直在教育他们 然后让我们去在的时候 会有更好的那个环境 不管路途有多遥远 志工们使命必达 用行动爱护地球 带新闻真善美志工张阳川华联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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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